新家必備 入處旺宅法 有些他們會用 像在這個房子裡頭 也能夠因為這樣子的體便 越來越好 旺宅不用等到搬新家 只要翻翻農民力 天天都可以旺宅 看我說禮廚的時候 沒有做到旺宅這個動作 我還有什麼時候 可以來做旺宅 我們其實每一天 我們的家裡頭 都會有 洗神味 如果你強求的是正財 你就可以在正財的方位 特別搭這個我們講提升 或者你覺得說 我的貴人很少 那麼其實呢 就可以放在今天 今天的貴人的方位 另外 誰剛放得好可以推財 放不好會漏財 你放對了嗎 好長喔 我們今天要來的就是 有大膽宣之聲的宣宣他家 他應該對他記憶遊行 因為呢 他就是以前 就是那種猛鬼旅行團的 大膽宣宣 對不對 也是常常就是你知道 看很多 所以今天碰到你的對手耶 沒有 他是算我的學妹啦 因為他已經比我完成之位 所以你去猛鬼旅行 對 他也不是這樣說啦 就是你知道 我看鬼屋也算是 然後 師姐級的 有人在比這個嗎 所以今天出來看鬼屋嗎 我看他這個辦的誰 可能也脫離不了 做什麼樣的節目 可能會吸引什麼樣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就要今天 趕快把另外一個師妹請出來 好 委託人陳林軒 曾經主持過的靈異節目 外號有大膽宣之稱 什麼都不怕的他 住的房子也陰陽怪氣 奇怪的是 裡面的詭異物品 竟然可以驅鬼又旺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而今天老師 還要教你 怎麼樣看農民力 只要挑對日子 選對方位 就可以幫你搶得先機喔 我們今天這個風水有關係 其實我們兩個主持人 也看出一些性格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好 請進 怎麼了 Oh my天 這格局 這裝潢 這個房子的風水 並不單純 想必今天又是一場陰仗 小鎮 你怎麼了 你又在想什麼 跟我們大家一起互動好不好 我在聞這個 很香嗎 你看完之後 我覺得你神情有益 不如就讓我發自應 有人去試試看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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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不是忙了 搬來這裡蹲腳 兩千零七年 幼稚套房 幼稚套房 套房如牢房 轩轩 你这么久没上节目 没想到一来 就要接受这一名圈的打击 我听你喊 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这两位主持人的脸色也太诡异了吧 我主持过那么多灵异外景 我连鬼都不怕了 今天有什么可以吓好我的 其实我没有要吓得起来 吓得起来 对 因为这里我讲实话 一般来说套房的风水 难免它都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第一个因为它的空间不够大 所以很容易就被人穿堂 第二个来说 很容易因为它里面 为了要摆放这个所谓的厕所 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厨房 所以很容易就变成一进门 看到厨房或厕所 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屋主 非常的用心 有 怎样用心 全部把厨房和厕所打掉 对 上厕所到公厕 用心了吧 是啊 就是它已经有跳脱套房的格局吗 我觉得它有非常大的风水概念 我是两间套房把它给打通 所以我不知道两间套房打通 但是门还是在 这样子不知道算不算套房 就是双套房的煞气 就是 没有啦 我们看了才知道 因为里面格局应该有稍微变动 对 有 那我们赶快看一看 好 我们要看一下 好 请进 两间房间大成一间 要注意什么才不会招音呢 而风水讲究遮挡化豆壁 遮挡的豪帮手就是不连 用的桥竟然意外化解两种煞气哦 谢谢 自己拍手是不是 对 一定要自己拍一下 自己欢迎自己吗 欢迎啊 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他刚刚说外面有一个门还在 对 可是这边的大门也在 可是如果它是里面打通 但是外面的门还是有那个型的话 会有影响吗 一般人说这个房间 如果说我们原来有两个门 那么可能遮蔽了一个门的话 我们比较会希望 它的外面也用一层甲板 稍微把它遮住 那因为单独我只遮一面的时候 其实在风水上面 有一点叫阴阳门 阴阳门 对 因为从外面看它是一个门型 但是实际上从里面看 它却不是我们一般正常人 可以走的门的 我有把另外一个门给封起来 里面是走不出 就是里面封起来 但是外面看出是一个门 所以应该是反过来就对了 外面看不出是一个门 其实必须两边包起来 那这个门才... 外面里面都要看不出来是一个门 对 阴阳门是代表 那鬼会进来的意思吗 它代表说这个房子里头就是说 可能有一些形状 不是我们一般正常可以走的 这种情况 那这样的时候 有时候会造成一些误会 就是阿飘不知道要走哪里 所以说他折腦阿飘 就是他以为有门 他就是想飘起来 就又没有 然后撞到什么的 我屁股 就是要折腦他是不是 当然不要 我就说要和平共处 对 不过在这个地方 光是我们站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 我们的萱萱 他就花了很多巧思了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一进来 对啊 又有帘子挡住 就是好像没有穿躺 然后其实里面蛮大 然后这是一个鞋柜坐着 对 对 这个鞋柜坐得非常棒 哎呦 怎么说 真实榜 James榜 先宣传一下 因为最近第几集了 第一集 我觉得这煞气很严重 真的 一进来 好像你不是真的 从来没有这样耶 好可怕哦 因为我最近很想看James榜 好 老师 好 怎么样 榜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 我们先讲就是说 以门脸来看 说 它原来的这个穿躺 因为这个帘子遮住 你知道这个 门脸遮住 还不是一道煞气 其他遮到两道 它遮了两个煞气 哪里 就是穿... 那个啊 第一个是穿躺 对 第二个你仔细看一下 我们的旁边就是厨房了 对 对 厨房在这一边 那边的厨房 对 你没有发现 我们的厨房没有门吗 开放室空间 对 所以你说它这个搭起来 就等于是它的门是不是 对 那这样子 你的厨房 你的比如说油烟或什么 就比较不会直接往 我们的客厅 所以你一连挡两煞 真的哦 真的 我会是鬼后嘛 你看看 是的 有在搶这个位置吗 没有了 没这样 可是鬼后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水槽跟那个太紧 太紧 所以厨房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它其实在厨房里头 它有好几道的杀气 你知道吗 全部都是重复 一直出现的 一般居家最常见的 就是大门直通后门 或是后窗的穿躺风 气场凝乱容易露彩 而厨房也没有门 又和客厅相通 油烟容易飘进客厅 影响健康 其实只要善用不连 再多的杀气不怕 而轩轩的厨房 还有一个水火相冲的严重问题 炉灶紧铃的水槽 让它遇上烂桃花不要紧 甚至还会破柴连连哦 老师 你再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因为真的很多套房是这样子 就是它的罩跟这个很近 那会影响什么 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管它是用电池或是炉 炉字整个写的就是火字旁 对 所以它代表... 很炉的炉 对 又炉的啦 说不痛 对 所以它基本上 它就是属于热的 属于火 那么旁边的冰箱 它是属于冷的 因为冰字是两点嘛 再一个水 对 其实它就是属于雪 真的不用解释 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们有试图 是不是 要讲啊 我差点用比的 所以当它两个太贴近的时候 没有超过一个手指 到手肘的长度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水火病济煮桃花 那么我们在桃花方面 感情方面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是说冰箱跟这个 冰箱跟炉灶 距离如果没有超过一个手肘的 款度的时候 那么它就很容易一开的时候 你没有 那个冷的气就冲过来 对 对 如果它中间隔了一个木板 就OK了 对啊 好美好 没有错 中间其实它只要隔一片板子 这么好 对 我再加装一面板子就对了 对 只要超过冰箱的宽度 让冰箱一开的时候 这个冷的气不会扩散到 它只有跟炉灶 如果是洗手槽跟炉灶 现在交换 洗手槽在旁边就没有影响了 对,就没有问题了 OK 第二个问题是 既然这个是属于火 那么旁边的水槽 那么又跟它距离也是一样 没有超过这个宽度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要注意 它的桃花就要预防重复出现 重复 什么意思 是不是又同一个烂桃花 一直不断地沉出鬼魂吗 换家法 换家法 我又改变 我又来了 又是 什么意思就是重复 也就是它不断地要预防 有烂桃花的出现在身边 但是不是同一个人吧 不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感情上面 就有很多记忆 有什么东西 就是烂得不一样 只好上节目可以讲不同故事 也是 我好得方面想成这样 但是其实一直有烂桃花 很烦好不好 因为就是一直有烂桃花 有的 我之前有遇到就是 看起来 絲絲稳稳的 然后感觉好像背景也还不错 然后结果后来才发现 是空壳子 而且最后想要跟你借钱 对 但是后来有借给他之后 小笔的钱 借完之后 我还是有要债要回来 因为我蛮会要债的 对 有遇过这样子 我蛮会要债的 就是一个专长是不是 你有放在你肩上面吗 专长要债的 讲好凑 是用什么不把 艺人那个履历表 他的兴趣借钱专长是要债 所以我要开档库 真的 老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要怎么化解呢 其实因为我们 跟瓦斯炉跟这个水槽 距离实在太近 你说中间如果隔一道板子 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以前的人 他们就在这个瓦斯炉的上方 那么摆放所谓的呼噜 那么来收 吸收这个所谓的火气 以免这个水火两个那么又出现病剂的状况 那因为在一经里头特别提到水火病剂 煮桃花 那么就要预防有烂桃花出现 所以要放两个 对啊 放两个 材质是要什么 木头的吗 就是真的一般 还是要玄金的 没有 一般是 是真的 大小就无所谓嘛 对 最重要是那个 其实你要挂一个这么大的 对不起 他不用煮东西了 最主要是鼻子口 它要有盖子 要把它塞住 所以它吸收的那个气才不会说 爆掉 对 才又在爆掉 可是因为盖住了 它怎么进去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通常一般他们都会特别去 郭郭乡路 那么形式上面来说 它代表这个葫芦有这样的功能 那里面要加盐包吗 其实一般是不用 你可以到寺庙去 其实也可以说 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我拿这个葫芦 到寺庙 祖炉过香 活到山圈 然后拿一张瓜 然后把这个香灰 也许装回来之后 那么倒到这个葫芦口里头 再把它塞好 那你观众朋友可以对着这个 可以申明说 比如说我的家里住在哪里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希望能够保養我们家里 身体健康 比如说事业顺利什么什么 不要有烂桃花 对 然后讲完之后 把它朋友盖住 然后再摆放上去 就可以了 就可以当到另一个功效 对 炉灶与水槽距离过近 水火冲容易泛滥桃花 可以在炉灶的上方 摆放两个葫芦花姐 而此时眼尖的佩真 发现她的厨房 还有一个诡异的东西 我很明显就看到你们家 有一个百福二岁的红包 这一个 应该是金包 那里面是装什么 对啊 里面是装一些发财金 去庙里面求来的 那为什么会挂在这里 对啊 因为家人就告诉我说 就是放在这边的话 就是感觉是灶 然后米 放米的地方 放在这边的话就代表很旺 这是我们自己想的 有吗 有差吗 你挂上去之后 就是一直吃一吃很多 然后一直撞一直撞啊 身材就一直撞 横着发展 那表示也吃得满开心 你现在上面要挂去捡皮肉 真的 对啊 好 老师 这个挂法是对的吗 其实可以这么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厨房 本来就是流动的财库 就是我流动的这些钱 那去买一些吃的 买一些什么什么 所以基本上只要看这个地方就可以 我们就只要可以知道 他家的一个状况 因此在这个流动的财库上面来说的话 摆放所谓的168 268 368 那么象征我们的主人有机会 一路发 二路发 三路发 太准了 就是放168 你会吓到你 这不是很正常数字吗 对啊 因为刚刚大家都知道 只是就挂这个点 我们是不知道原来它有好处 所以也可以挂在这里就对了 因为这里感觉就是有火 又有水 也很容易就泼到或者是弄脏 不过一般来说 观众朋友通常放的 它不会是硬币为主 一般不太用纸钞 不要用纸钞 对 硬币因为它有这个所谓的敲 会有这个声音 所以古代来说的话 有以前影前的一个历史在 所以不一定要用红色的 这种金色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就是不能用白色的就对了 所以也可以吃吃看 奇怪 我真的一直 无法专心在录 你会觉得一个声音很巧 有 而且我会觉得背后 什么声音啊 然后一只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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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也就是在这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大家仔细看一眼 这么突然 对啊 洗手间啊 里面还有一个大浴缸 对啊 要不要顺便泡个澡 其实它比较大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厕所的门 直接是正对这个厨房出来 其实它这个地方是因为 我们必须讲它可能真的是有花了很多 很多的这个 也许看了我们很多的节目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一堵 这个水的柜子 它的正后方 你仔细看一下 是另外一个门哦 那个代表也是厕所吧 诶 这里也有一间 你的尿是有多少 又另外一间 因为当初是两间套房 所以它就会有两个厕所 对 一间它就把它用来当作洗衣服 一个公共的区域 然后那边才是真的你们上厕所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浴缸的部分 已经不见了 然后所以像我哥哥的小孩子 被谁偷了 不是啦 没有啦 被我吃了 就是其他的洗东西的时候 会在这边 可是老实说这一间比较闷哦 好像有味道 这间比较有味道 那一间反而没有味道 老实请问一下 如果它像这样 像它这样子有两间套房打通 然后有两个厕所的话 应该要选哪 留哪一个 其实它现在选的是对的哦 你仔细想一下 这边呢是一进门的屋子上 如果观众朋友在一进门的位置里头 坐厕所的时候 坐马桶的时候 这个味道很容易 这样进门的一进来就闻到 你知道每天一回家 第一个闻到你就会皱眉头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影响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刚才提到 这堵墙 这堵柜子 其实做得非常棒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老师沾不接口呢 入宿时放什么最旺宅呢 以前他们都放 大部分都放 来 第二个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刚才提到 这堵墙 这堵柜子 其实做得非常棒 因为为什么 仔细看一下 这边一打开 是一面镜子 厕所的镜子 那么这对面是另外一个厕所 刚好也是镜子 镜对镜 对 这就出问题 镜子对镜子 而且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镜子里头 照到这个门 又照到那个门 镜中有门 那这边会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争执、是非 会寄在脑海里头 而且这边照那边 那边照这边 这个会影响非常大 所以这个柜子做得好 好 你要再回去帮他检查一下 你看他这个镜子 应该也没有对到什么煞气 对 但是老师厕所直接就是在 桌夹的旁边 不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吗 对 基本上来说 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刚才我们这一道葫芦 其实除了帮他化解 我们瓦斯炉的问题以外 同时我们一般来说 厕所因为是属于味道 所以它也有收 这个气场的一个功能性 不过呢 还是有点小缺点 哪里 也就是使用的材质 观众朋友要注意 因为镜子是属于反射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镰子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镰子你在采用的时候 要尽量采用怎么样 不透明、不透光 大家味道尽量不要从厕所里头传出来 很棒 他只有拉门啊 好厉害 拉门啊老师 可是重点是在于 就是观众朋友要记得 因为我们的拉门 不一定会常常固定拉着 那么其实风水上面讲有形 就有扇 所以它的镜子确实里面照 是照着这个门 它有照到门啦 所以基本上如果不要照到门 这个门就不要常关 可是不关又有味道 所以镰子还是用那种 不透气、不透光的就对了 反正你那边的那个镰子 比较有遮住 对 这样 玄关的鞋规就像一座山 化解了两个厕所 静对静 以及门对门的问题 而厨房里面的厕所 可以加装过系门帘 以防止汇气飘进厨房 老师可是说真的 它这个厨房啊 你看它堆一堆什么东西啊 你小汤车 你光在遗忘啊 对啊 你看看明年的中秋节 这两个厨房 它比柚子干啊 没有 没有看错吗 而就在此时 佩珍在脚踏车旁边 发现一个诡异的东西 这 这是什么 哪有这种东西 敢说 一曾经想不开 想不开 谁输过你啊 这 这有汤啊 有汤啊 有汤 你说话 我求求你 你求求他吧 怎么了吗 你对他情有独装是有的 你自己看一看 你看我脚下那是什么 那是涩的 还忘记了吗 是吗 我被打过去 好 是不是 萱萱 安诚 我跟你讲 真的不要做让我们担心的事 我没有做什么 珍惜生命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一直都很怕我会死掉的那一天 我很珍惜 像自杀说不 我跟你讲 萱萱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坚强 他一直在跟我否认 可是他一定有过这个念头 我觉得 你为什么怎么... 对啊 真的要珍惜生命了 好不好 而且萱萱 这么小一锅 真的只能烤一些肉而已 是的 这应该烤小卷而已吧 对啊 这一个 这一个有问题吗 我平常 因为我们这 是有一次在烤肉 然后这是因为内湖这边 你也知道 鸡肉不能烤肉 所以我们就一想天开 就搬一个小的 然后放上去 然后这个抽风机就把它打开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就开始烤 然后这个... 这个吸力很足耶 真的吗 特别是这个能烤给谁吃啊 只一个人吧 烤个一丝一丝啊 就是家人朋友来的时候 有这附近难道没有公园吗 或者是... 就是烧烤店吗 为什么硬要在家里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呢 他现在不会了啦 观众朋友这是错误的示范 烤肉一定要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以免发生意外 而烤完的烘炉竟然也有旺杰的作用哦 这样应该还好啦 对不对 其实这样讲 以前的人就是新的房子里头 特别喜欢放这个所谓的烘炉炕楼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新的房子要进来之前 通常... 知道 刚出来嘛 出来就是要这样哈鬼嘛 哈鬼 贵贵嘛 一切都贵了 真的啊 旺旺 然后在很多地方呢 他们有习俗 就是在东西、南北 房子的四个角落里头呢 特别用这个烘炉 放一些木炭烧一下 那因为你知道那个木炭的热度 会持续这个热起来嘛 所以代表大旺 旺这个四方 所以在民间习俗上面来 很多人搬新家 买房子 我们有时候人家就会送它 或者人家新婚的时候 有没有 那也会特别送这个 所谓的新烘炉、新地固 给他们 其实放这个烘炉是要有时间的 烘炉要什么时候放 才能兴旺家园啊 水缸放得好 催彩不漏彩 通常你放水 好 其实放这个烘炉是要有时间的哦 什么时间 要看什么 对啦 因为要我们不忙的时候嘛 要有时间 你看 来放啊 不是吧 应该是要看时程吧 对 那我们来看一般来说 其实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时程要看什么 看烘烘烘机 烘烘机啦 真的啊 对 打开来 我特别这里 当然不是要送观众朋友玩啦 其实一般我们知道 大家都会看农民历 就是看农民历 对 其实他... 那一般农民历是收在烘烘机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吗 好 我们一般来说 通常我们会选择 比如说哪一天啊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观众朋友 比如说我们搬进这个房子的主人 看你是什么生肖 第一个一定会看看 你的生肖在当天有没有充到 第二个呢 通常这个日子里头 你会发现有的是红的 对 有的是全黑的 甚至它有很简单 诸事不宜 对 诸事不宜的 那当然诸事不宜 大家就不用去考虑 对 但是红的这一种 有一般有入宅 那么或者祭祀这一类的这个日子的时候 就可以在房子里头的四个方位里头 那么特别用这个所谓的行楼 稍微让它稍微暖一下 旺宅一下 对 所以像做这个仪式的话通常是在仅逐的时候吗 仅逐是第一个最长最见的 那但是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就是说 有一些日子里头像 上面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叫天摄日 上天赦免你的日子 哦 天摄日 对 那一般来说的话 那我们就会比较优先 那么选择那个 然后第二个呢 它这个上面呢 它你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家里头有人有怀孕或什么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每一天它有所谓的胎神 在的房位上面 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 我们一般说 特别 就没有发现没有多久 这个孕妇肚子就开始痛了 哦 所以你意思是说 如果家里刚好有孕妇的话 我要做旺宅这个动作 千万一定要看农民力去看 会不会影响的 有耶 每日胎神战邦 哦 就是胎神在的地方 就不要去做这个旺宅的动作 不可以把胎神给烧到 对 怕到就对了 那尤其是我们讲说 主人或者是在使用的人 那你的年次跟生肖 千万不要说 这一天刚好是冲你的年次生肖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 我们即使会选了一个很好的时间 那么也失去那个意义 但是老师 因为你旺宅 你刚刚是说四个方位 对不对 四个方位都要放这个行动 但是农民厅上面都会讲说 今天是什么方位是冲的 对 那个方位也可以放吗 基本上它既然是旺宅 它是热的东西 炉灶是可以压在上面的 所以没关系 对 以前他们认为说像家里头 可能会有所有的乌龟方 比较不好的方位 都可以用炉灶去刻意 去压它的这个问题 所以讲到这里重点就是要旺宅 你一定要就是要有一个农民力 你没有哦 训练了哦 送你 那你要送几本 是 我们送观众朋友十分 你看多大方 谢老师好康大放松 只要在节目结束后 让粉丝团回答指定问题 将有机会可以得到开育农民力哦 如果我做礼厨的时候 没有做到旺宅这个动作 我还有什么时候 可以来做旺宅 好 第二个呢 其实观众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其实每一天 我们的家里头都会有什么方法 你仔细看一下 特殊的哦 这个呢 第一个你看一下 它有所谓的财神位 喜神位 然后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文昌位 或正财偏财 对 那当然基本上 如果你想要求的是正财 你就可以在正财的方位 特别搭这个我们讲提升 如果你希望的地方是说 今年我很想要有机会结婚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在喜门 对 那么这样的方位 或者你觉得说 我的贵人很少 那么其实行楼就可以放在 今年 今天的贵人的方位 所以等于是我想到要做这件事 我随时都可以只要看到红字就好 那个行楼就是烧完 做完这仪式之后 这行楼是要 就是要放哪里啊 总不能像他这样子就丢在旁边吧 其实一般来说 你知道以前他们都放 很小的那个小的那个炉 大部分都放在哪里 都其实都放在客厅 客厅 是的 但很多人都放在客厅哦 那客厅它跟什么放在一起呢 我们是刚刚是俏皮的 是的 唯一我们的 很多人都放在客厅哦 我们的经验是客厅耶 你怎么会直接 经验淡写人俏皮的讲过去呢 放客厅 对啊 会太奇怪吗 因为一般他们会在客厅 尤其是电视机的旁边 那么摆放 象征这个房子一直往 对对对 那第二个 你知道有些他们会用 假的这个小鸡 有没有 公母鸡带小鸡 要象征这个房子里头 也能够因为这样子而 Key边越来越好 放小鸡跟母鸡 就是娃娃我可以接受 但是每次把一个行楼 放在电视机旁边 真的有点太诡异了一点 我们知道其实你们最近都因为收视率压力很大 可是我们还是基于知良心 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是接近事实 对 因为以前的行楼其实我们讲他们都做 因为要放这个都放很小 大概都是大概这个大小而已 那我们如果用到这么大 我这个算大的就对了 它这个也算小的房子 老师你说的小是像小盆栽那种 对 这个也算很小的 巴掌大那种吗 对 其实是要大 只要小的应该就是这么小 对 真的 所以买这种的旺宅就可以了 对 那老师刚刚用特别的 对 OK 那如果是那一种的话 你们就放在电视机旁边好了 对啊 终观轰炉旺宅法 入宿或新婚的时候 可在家中的东西南北 四个角落摆放轰炉 而摆放时要看农民历 避免年次或是生效半冲 农民历上面的日子 如果有天社日可以优先选择 其次再选择入宅或是祭祀哦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看完了之后要去看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客厅啊 因为客厅还是蛮大 一套房来讲 哇 这客厅不得了 不得了啦 这客厅蛮气派的 套房哪有这么大的客厅 对啊 而且到底是谁 谁坐在这边 鳥挂 还是米挂 对啊 这里真的 还有茶艺馆的feel 有没有 来 来 对啊 而且如果要问事的话 我还是倒头的嘛 来 一小时机会 所以坐下来坐下来 不然你要问一下 我问说 我当时的鸡翁 我要三十回来 你不可能啦 对 你不可能啦 然后最后随喜啦 好随喜来来共同一下 这一区太妙了 很不像你的一个客厅 因为一个女生怎么会家里有茶艺馆的feel 因为家里就是还有住其他家人 所以他们很喜欢泡茶 所以泡茶的时候就会在这边 然后哥哥的小孩子会在这边玩 所以哥哥的学会在这边泡茶 对 边泡茶边顾小孩 所以难怪这边有放一些床垫 对啊 用小孩 之前没有 生小孩之后才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 老师 他的进门鞋师储 我都讲他这个 你们放这是为了产位吗 这个是我们自己想说 家里的那个角落好像就是财库 所以那时候就摆一个这个 对 那你应该看出来这是窗户啊 它是窗户啊 没错 那你怎么放在这儿 因为它是墙壁啊 四个角这边 那四个角落不是吗 对啊 不要让他卡在四个角落 这么久 老师 你可以告诉他实话吗 好 一般来说观众朋友说 以门拉斜对角四五度角 随着名才位 应该是双背张开 各自九十度角 那所以宽度至少一个手背宽 所以这边其实长度上不够 不过呢 其实我想他们真的是很用心 有在看节目 所以呢 故意把这个水晶洞拖出来 超过一个手背 那么利用水晶洞来弥补 这个后面的墙壁的步骤 所以它还是 也不是那个叫什么 无形叉流耶 真的 对啊 这个水晶洞应该你们本来没有想 是那样的意思吧 这个水晶洞本来是放下面 但是因为那个炉子的关系 插电比较好插 所以就搬到这里 就没想到 反而帮你制造了一个 更开阔的插位 对 太有福气了 而且它这个 所谓的聚宝盆来说的话 它使用的 除了上面挂的这个铜钱以外 里面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 里面不可以是空的 里面是有什么 红包 对啊 有的没本 这个叫什么东西 这个聚宝盆 对,聚宝盆 真的耶 就是这一种形状的 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是 我们都总称为聚宝盆 那么观众朋友就是会把一些 所谓的铜钱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钱币 用红包袋把它装起来 放在里头 那当然如果比较有想法一点的人 他可能就会准备比如说 168 268 368 一路发 二路发 三路发 可是如果没有想法也没关系 观众朋友一定要准备怎么样 两个 为什么一定要两个 通常它不能放单数 所以大部分都是两个铜板 把红包袋装起来之后 放在里面 不过这一区我觉得它是真的很有 很有这个 我觉得花了很多心思 因为你看到的不是只有这里 对 你看到这里有锯宝盆 这里有水晶洞 对 你看这旁边 上面还有这个水的 七星镇 锯宝 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然后就是家人有带回来的一些 算是装饰品而已 因为其实我们全家都满爱打麻将的 这一区就是我们的麻将区 那家人都有时候会疏掉 疏掉之后 每次我回家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东西了 你知道吗 就摆在这里 你说俗掉之后就开始去乱 再去乱花钱买东西 就买这些东西回来 自己家里的人吗 我们之前打麻将的时候 哥哥通常他的 气不是很好 对 所以他那时候有时候打麻将的时候 还会抱我这个水晶球 抱在牌桌上 然后就开始对着其他三家 就开始狂打 然后很厉害的是 还放了小鱼缸 孔鲜鱼 对 放这边应该可以吧 其实观众朋友通常你放水 鱼缸 那么要特别记得 有三个方位是最好的 也就是观众朋友可以选择在 正北方 那么正东方 还有这个所谓的西南方 三个地方 那记得太阳出来的那个方向 其实就是很好的位置 但是相对的 有三个位置 观众朋友千万不能放 那么就是正西方 正南方 还有东北方 那它这个位置是 这个位置 其实它是就是 正破台方 那东北方 不是 它是在这个房子的东方 所以刚好放到正东方 对 所以这个就像是座南桥北 是从门口看过来 不是从这边 这一边是东方 然后基本上你仔细看一下 它把旁边所有的招财神授 为什么都放在那边 对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 黄水晶的七星镇 那么也是属于招财型的东西 那是洪水晶吗 其实下面 你看仔细看 下面那个确实是洪水晶 有下面是洪水晶 真的耶 因为上面已经积灰尘 积到我看不出它 它是属于 那本来是属于 那本来是属于 本来是不是属于 我不会判断这个材财神的 水晶、属于都亮到发光吗 为什么你的是属于 哥哥 北方、镇南方、东北方 有货彩的副作用 大家千万别再摆错咯 而接下来要来到 萱萱的另外一间套房 到了晚上 灯光明显不足 过于阴暗 房间挑高代表有贵人相住 但这个空间 竟然隐藏育人不熟的危机 气氛就不一样了 当然 这边是阴暗的 好惨喔 我刚才讲的不是阴暗灭 我只感觉就是它的装饰 用得有一点还蛮浪漫的 浪漫风 假浪漫 哪里 假古典 譬如说水晶 不亮的水晶灯 或是譬如说 沾满油烟或雾气的水晶灯 没有 我看你酒杯打扫 送来个角力按摩电脱来的 这个是被伤部吧 对 被猫抓坏了 对 伤部 又兴急啊 感觉我好像在抗扫 老师 它的卧室 你是平常我在这边搬抖的吗 那个椅子 那个椅子是麻将说的椅子 因为它的房间 等于是另外一间套房 它这间套房是非常挑高的 所以其实感觉空间感很好 但是就会觉得光线不足 可能是太高了 对 对 那老师你觉得呢 以风水上来讲 有什么地方有比较大的问题 莫宝鬼 挑高又方正的房间 带来了萱萱的贵人运 但原以为是浪漫的设计 却被老师打枪 反而成为烂桃花的主要元凶 最大的问题 我们风水上面叫做 四处外漏吗 四处外漏 不是 它没有啊 它前面没有啊 不是 不是 我们看一下前面其实就是 我们的浴室 有没有发现 有 好 来来 不用过去了 真的过不去了 你知道啊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哇塞 你们不要去我的四处了 不是 你自己故意做成一个玻璃 在里面洗澡就是 因为我洗澡 有时候我泡澡的时候 我刚好可以对着电视 对 我以为要对着电呢 我在视讯吗 没有 没有额外的间差 我觉得这样还蛮方便的 就看着电视想试一下 我为了边洗澡边看电视 而把浴室就是搞成玻璃 本来是 它也有莲子啊 对 我有一个白色的浴莲 不到这样子够 你怎么节目这么好看 到你真的连洗澡都要开 是风水跟珍珍吧 对 你自己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真的不问我 我会这样讲吗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 就这个节目 就这个节目 这样子也值得 没错 蜘蛛外露也值得 没错 那就让它一直露吧 好 好 老师想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只是为了看电视 那你知道有一些 譬如说饭店啊 对 摩托也是都这样的设计 其实有时候还蛮浪漫的 一般来说我们常回头想 大部分的饭店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 可能一些摩托什么的话 应该这个都不会是 正常的夫妻会 选这样的一个地方 浴室整个做透明 其实跟我们一般的 所谓的使用方面来说 其实不太符合场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 就是在摩托就好了 偶尔去一下有情况 对 不要拿回家 就代表... 是否代表说老公情欲会太多 或者是说男女朋友 那我就要预防 可能 比较会有往外发展的这个机会 因为它一直刺激它的时候 它们就会受影响 就好像你知道饭店里头 都会有说上面贴玻璃嘛 可是我也真的看过有住户 他把上面... 对,房间真的上面贴玻璃 可是还是说 我们就干脆跟他一起 就是这边透明 然后上面贴玻璃 再用那个... 那我们转到他直接受不了 对 无法向外发展 对 对 然后就是脚软到走不出去 对 進来我的蜘蛛王 沒錯 喂 你现在透露你单身就完了 對啊 對啊 有追求者 老师会说你失出玻璃 我应该不会单身吧 应该是一些烂桃花 有追求者而已 但是还没有结婚对象 所以老师你帮他加... 那个加分一下 就怎么样可以让他真的招到 这个正的桃花 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对象 一般观众朋友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其实真的假持花 也许我在外面必须要遮蔽 不是从里面遮蔽 老师说外面加莲子 问题是外面加莲子 不是更想要让人家偷窥吗 因为我在里面洗到老公 都会被你剥开 不是外面加莲子的意义 就是会让人家更想看吗 里面我至少可以自己控制 不让别人看到啊 其实我是希望用板子遮起来 就是完全不要漏 对 其实是不要漏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 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可能会让人家散发出 让人家吸引人家的 比较特殊的影响 不是 就是要这样吗 可是这样不好 信幻想是不是 可是这样不好吗 老师 这样不是才会维持婚姻吗 刚才都已经讲四处外头了 但对影响婚姻的话 基本上我们讲 如果婚姻上要比较有帮助 其实呢 应该不会特别在浴室的部分加分 我们会尽量在床放这边 来做加分的工作 好啦 所以以风水的角度来讲 是在床上面就是做文章 而不是废的 对 浴室使用透明的建材 容易招小三 可别为了情趣伤了夫妻的感情 而开窗过低 也会有大事发生 但是我也发现它这个 一搭配落地窗 它底下也是空的 它窗户开在下面 对啊 黑觉不会冷嘛 那这样子有问题喔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主要的空气的气窗 是 那么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什么 窗户开的高度 不能比我的床部要来得低 因为当你的开的窗户 比你的床部来得低的时候呢 我们情依稀里头 会比较稍微比较没有安全感 真的 而且你看脚凉凉 老师偷冒汗 爬凉头 要休息 很热 因为根本没有通风的感受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我原本格局就这样子 我又不能够整个拆掉 那这样怎么办 建商用的就是这样 这一台这样设计的一个床 那怎么办 其实原来设计的时候我想 这个应该是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通常我们会把这个地方 侧面开个窗 开的位置比较高 那这样子空气流通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第二个是 如果这个地方低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我们对出去的位置 一定要记得什么呢 不能够对到外面 比如说刚好是所谓的人行道 或者车道的进出的出入口 对,这我们经文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他们有这个问题吗 有哦 而且不止一个哦 真的假的 雙倍 看一下 对面一个警察局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中心 还是什么 这是消防局 对,消防局的一边 你包很方便耶 当然 喂 好啦,刚好就是警察局跟消防局 整个停车场的那个出入口耶 他这样怎么办 气窗在下面 然后又这样对到 一般来说我们特别注意 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对到 向下的这个车道的时候 出入口的时候代表什么 财库 就是我们这样有所谓 露财的情况 那现在这种情形来说的话 其实观众朋友会想说 那我住低一点的楼层 是不是直接对到露得比较凶 那我选高一点会不会比较好 其实可以跟观众朋友讲 就是说 确实你选高一点会比较好 但是你要记得一个重点是 我们的这个开门的这个气窗 绝对不可以比你的床不低 要不然你选高的高的楼层 就没有用了 可是要气窗就是这么低啊 对啊 通常一般观众朋友会选择 所谓的三海症或乾坤态移图 要斜照向下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透过我们镜子是反射的 本来是水往下流 你要从镜子反射 看起来是倒抽回来 所以在风水上面的时候 都会使用镜类的东西 那么去做一个反射的一个动作 所以镜子啊 所以你说我的身体还是要 摆斜斜的往下照 对 要摆斜斜的45度 应该算摆下面的往下照 对… 摆下面的斜45度 反正因为你体装在下面嘛 所以你手是可以伸出去 你就把那个三海症 放在这下面 然后往下照 对 斜照 这样就可以画那个 这两个冲子的车 对… 对 就不会 哼哼哼哼 窗户开口过敌 还低于床铺 即使在高楼层 也是看得见煞气 除了用雾面贴纸去形除纱 还可以使用三海症 以斜照的方式化解外纱 不过使用三海症的时候 要拿去开光吗 老师 那那个三海症 要不要开关 一般来… 开光 一般来说 如果开光当然是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观众朋友可以到寺庙 那么选它煮炉的香火 再记得静面线要朝上 顺时钟绕三圈 千万不要静止对着这个 随着我们的神明 这样难免就会 比较没有那么近 静止往上就对了 对… 顺时钟三圈 那我绕三十圈的话 会不会更旺 整个整个换楼 你有办法绕三十圈 那间庙我觉得也不用去 因为大家都要插香 对 没人去的庙 你要在那边过那么多圈 老师再问一下 就是你说盐灯是OK的 那那个直角大概90度 90度的部分 那我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90度 那我要再拿一个柜子 然后移过来 有问题好像会超过一百个 对 我们可能要请示一下 制作人是不是要剖上下来 因为问题这个好多 但是我们要请示 我们就直接离开好了 你就让他忽然间 发现两个肚子不在 然后师母打来问说 你今天在哪里过夜